另外一国阵昨天公布马六甲周选候选人的名单之后 梧桐主席拿杜斯里·阿莫扎西即刻安抚那些被撤换以及落选的党员 公正党总裁政李建聪就认为 这证明了梧桐内斗早已经白热化 李建聪今天早上发文告指出 虽然阿莫扎西说无缘上阵周选的人 未来有机会更上一层楼竞选国席 但是马六甲只有六个国席 而落选的就有超过20人 根本不够分配 阿莫扎西的所谓安抚显然完全无力 加上国阵把服务不到40个月 超过八成的候选人都撤换掉 昨天宣布候选人之后 光是旺旺周一席就有九个国阵行动式陆续关闭 这意味着国阵可能因为大量推出毫无经验的候选人 引起基层不满和反弹 凸显了巫统内斗越来越严重 另一方面巫统总秘书拿都斯里阿莫马斯兰宣布 一旦国阵胜选将会交由甲州 援任州务大臣拿都斯里苏莱曼继续领导马六甲 大臣拿都斯里苏莱曼 Dan juga kepada 拜託